电视剧《陪你竹风飞翔》是青年演员宋祖儿主演的《冰雪燃梦》主题电视剧 宋祖儿在其中饰演热爱冰雪竞技的短速滑雪运动员沈真一 在近几日更新的剧情中 沈真一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心意 为此 宋祖儿还发微博庆祝 沈真一终于铁树开花 经历了一系列波折 沈真一鼓起勇气主动表白 终于与邵北生确定情侣关系 经过这么多集的推拉 两人终于修成正果 网友纷纷评论 有生之年系列他俩终于在一起了 为主动表白的勇敢真一打扣 随着剧情发展 沈真一迎来了零云杯的赛事 赛场上他又欲强敌于冰林 原定战术由沈真一进行辅助 面对队友速度耐力不如于冰林 无法顺利冲击金牌的局势 沈真一和队友临时调整战术 通过配合齐心协力 最终沈真一获得第一名 拿下金牌 这也是沈真一首次夺冠 该剧的两大主演王安宇和宋祖儿 都是炙手可热的星星 王安宇从《明日之子》第二季出道后 参演过《闪光少女》《二十不惑》等电视剧 以其俊朗的外表 活泼的性格 深受粉丝的喜爱 在这次的电视剧中饰演了一名花华选手 同样很好地利用了他身上那种阳光青春的特点 非常适合这样的角色 宋祖儿2005年踏入演艺圈 因在《宝帘灯前传》中饰演哪吒一角而获得名气 后来和刘浩然搭档出演《九州飘渺路》 今年在备受好评的电视剧《乔家的女儿》中 饰演乔四美这一角色 可以说颇有电视剧经验了 在该剧中 宋祖儿饰演的沈真一 是一个充满热血 富有韧静的小女孩 她的外形甜美 很好地演绎出了角色的青涩 但是又出声牛犊不怕虎的勇敢 可以说宋祖儿和该角色的适配度非常高 而角色之间的爱情故事也是非常值得观看的 两人从协议情侣开始 经过各种各样的事情之后 开始理解对方 用心考虑对方的感受 虽然也会有一些小摩擦 但是总体的观感是非常甜的 这部剧很适合作为工作之余 或者闲暇时打发时光的电视剧来看 这部电视剧没有很虐的剧情 有的只是主人公在追逐梦想 或者平日生活里遇到的各种困难 这些困难有时候都会让你感同身受 不会有距离感 而发生在校园里的各种趣事 是很能让观众放松下来的 比如朱乐乐参加话剧社 排练的过程就以一种较为夸张的方式表现 还有昨晚200个挖跳之后 忍者痛下楼梯的桥段 这肯定是大家学生时代都会经历的事情 也能够引起共鸣 也就是通过这一系列生活化的片段 能让看到这些剧情之后的观众蓬富大笑 这就是这部电视剧吸引人的一个亮点 本剧的主题是体育 冰上体育 也就是花滑和短道素滑 因此也会有很多体育精神的桥段 这些桥段能够点燃你的热血 唤起你澎湃的内心 沈正因为了进入专业队伍竹锋队 付出了许多努力 通过自己十余年的努力 虽然能够有很快的速度 但是没有专业运动员的技术 因此竹锋队新任主教练 庄月将他拒之门外 但是他并没有放弃进入专业队伍 而是想尽各种办法 最终给自己争取到了机会 在队友们罢训时 他没有选择随波逐流 而是一个人坚持训练 从而提高了自己的成绩 这些都是体育精神所在 不放弃 能吃苦 保持自我 这也是体育强国 中国体育精神之所在 这也是该剧非常值得称赞的一点 没有尴尬无脑的描写爱情 没有脱离实际的叙事背景 没有浮夸虚假的表现人物 陪你竹锋飞翔是接地气 真实地展现着剧情 他有青春电视剧的颜值保证 有甜甜的爱情可以看 也能让你在结束一天的疲惫后 看着电视剧会心一笑 他还讲述着运动员们的追梦之旅 一起追剧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